基本工资连6涨 月薪跟时薪都涨了5%以上 加上近期各项的原物料价格大涨 业者成本增加 让不少小吃跟餐饮业者 已经蠢蠢欲动了 想要涨价 不过算一算 如果小吃各品项涨价5到10块钱 就大于薪资的涨幅 这让民众大叹 虽然基本工资调涨 不过恐怕都是被 飙涨的物价给吞掉了 早餐小吃摊一早就忙不停 但同班美食价格恐怕又要涨 不仅原物料上涨 现在劳动部也预计要调升基本薪资 所以原物料加上人事成本 店家很可能把涨价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光是原物料这一两个月 已经涨到让业者快撑不下去 已经有人率先涨价 我只有调一样 一样而已 那个有贵而已 调五块而已 它涨太凶了 快撑不住了 因为每一样都涨 每一样都涨 你只有以前是一样涨 现在是每一样都在涨 售价会不会一直调整 有可能想要调 因为已经一直撑一直撑 撑不住了 对啊 不敢请人家 你看都自己坐啊 都不敢坐啊 不敢请人家 不敢涨价 不敢涨价 因为时期也不好 有些小吃店根本就不敢请员工 而就算是基本薪资连六涨 明年元旦起 月薪从两万四千元 调涨到两万五千两百五十元 时薪从一百六涨到一百六十八元 但餐饮小吃 如果每一样都加五到十元 薪资增加 反而追不上餐饮涨幅 小吃啊 不管各行人一定都会涨 因为所以我们变成我们的薪水 跟我们的涨价的部分 我们是根本就是追不上 很辛苦 当然是很重要 因为对一些劳工来讲 真的很大 薪水涨不到那么多 但涨价那个什么物价 扩动的真的比较厉害 但是他物价涨的都比这个快多了 薪资涨幅被物价吞噬 民众很悠感 就怕劳资双方都双输 政府美意白忙一场 举手分享的力量报道 明年基本工资确定调涨 而且涨幅达到5.21% 行政院也预计要调整军公教的薪资 涨幅有望达到4% 是近25年来的新高 行政长苏贞昌表示 国家经济成长率创11年新高 希望劳工朋友跟军公教同仁 可以共享经济成长的果实 也希望带动民间企业调薪 但是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 其实只有不到三成的企业会跟进调薪 而资方也对调整基本工资很有意见 只说中小企业将会不堪负荷 基本工资连续6年调涨 而且明年的涨幅达到5.21% 连带军公教的薪资有望跟着涨 行政院预计核定明年军公教调薪 涨幅有望达到4% 是近25年来新高 全国的军公教同仁也都非常辛苦 我们也会朝这一个方向调薪来努力 行政院态度明确 就叛政府带头带动民间企业调薪动能 不过根据人力行调查 如果明年军公教调薪4% 只有28.6%的企业会跟着调涨薪水 认为自己有望调薪的劳工 也只有19.1%不到两成 毕竟对民间企业来讲 有盈余才有可能把这些盈余 回馈在这个薪资的调薄身上 那碰上疫情年确实大部分亏损的 这个企业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 跟进的这个意愿 受疫情冲击 民间企业对帮员工调薪 只怕有薪也无力 而基本工资调涨幅度很可观 对资方来说更是大喊吃不小 造成非常多的这个中小企业 可能因为这样子 真的就关门大吉就倒闭掉了 我们原来希望不要超过2% 最好是不要调整 那没想到来到5.5% 停工歇业销售额下滑 都是商家在今年面临的困境 而明年基本工资再度掌声响起 政府得提出配套 才能让劳资双方共享经济成长的果实 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将近两年 其中像是影城等等产业 因为是密闭式的空间 最受到冲击 继去年底中和环球国宾影城 宣布走入历史之后 传出营业将近20年的 微风国宾影城 也将在这个月底租约其满 会不会续租还是未知数 不过消息传出之后 已经有七八间厂商抢着接手 好不容易迎来疫情解封电影院 又能重启营业 但这时候却传出 微风国宾影城将在这个月底 足月到期 会不会就此席灯 也引起许多疫名关注 不想来这边所以觉得还好 算起来交通也算是方便 然后而且旁边 就是在等待看电影的时候 还可以逛旁边的微风 所以我觉得真的测掉很可惜 从2001年就进驻微风广场的 国宾影城 因为未处台北热闹地带又在百货商场里 是许多台北人的回忆 无奈就在电影院人潮逐渐回流的时候 却传出微风国宾影城 即将在这个月25号足月到期 目前还不确定会不会续租 只是受到疫情冲击影响 不只微风国宾影城可能会熄灯 像是新北中和的国宾影城 就在去年结束营业 而台中的华为台中影城 也在今年2月底宣告结束营业 只是国宾影城如果真的要从 微风广场撤出 传出也有七八家厂商抢着接手 传出有好几个厂商业者 要卡位抢着进驻 也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多数的厂商 多数的业者 他仍然是看好这个疫后的商机 看好疫后商机 不少厂商也想借此进驻百货业 只是国宾影城会从此退出 还是继续营业 也成为各界关注话题 记者纵道 食物的形状意外引发争议 来看泰鲁阁国家公园里 有贩卖部的业者 因为餐点里的紫芯地瓜形状 跟当初宋神的商品照不同 被泰管处数度要求回文解释 业者觉得很无奈表示说 宋神照片里的紫芯地瓜 是圆块切片的 不过因为后来发现这种形状 容易使得地瓜变黑 才揉制成不同形状的地瓜泥 强调原料都是一样的 也指控泰管处是刻意刁难 打开餐盒一看 各式蔬菜 香肠和肉皮颜色 香味俱全 还有花点在地的紫芯地瓜 做成新型图样 但却意外成了争议焦点 我们当初送审的第一个是这个 圆形地瓜切片的 在民众的一个反应下 后来中期做这个 最后定案的时候是这个 他们就说不行了 泰鲁阁国家公园 游客中心的贩卖部业者 无奈表示 上个月9号和14号分别接到 泰管处发文 先是指称业者以游客中心名义 在外贩卖便当 随后再以送省商品照片 和实体不同 要求回文解释 对此店家先否认在外贩售 也强调商品内容物没有不同 只是原本的紫芯地瓜 是圆块切片 但后来发现容易使地瓜变黑 影响美观 才揉制成各式形状的地瓜泥 地瓜它本身就会有大小条 颜色色泽上也会有不一样 为什么要去做一个刁难 而不是辅助呢 如果我们要照他所要求的 就是不符合 我们就下架的话 那我们真的就要去喝西北风了 那我们并没有收到 乘租厂商正面的相关回应说明 那他反而指控我们公文骚扰 实在令人不解 泰管处回籍 不是刻意找茬 只是业者好不容易 盼来疫情稳定 游客回流 如今因为一块地瓜 有没有塑形 销售恐怕再度卡关 既曾经叶宛报导 下期报 再次预告 敌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